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公益人物专访杨阳 从公益新人到10天筹款90万 杨阳,1988年生于东北长春 毕业后在大连参加工作 2018年,她放弃了安稳的工作和生活 只身前往深圳,不顾劝阻,断掉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来了一场30岁的叛逆之旅 2020年,杨阳和朋友们在广州创办了阳光倾腾爱心促进会 公益项目遍布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 她多次深入山区,走在抢险救灾的一线 2022年,杨阳来到了中国公益万里行 与我们面对面的分享了她的故事 杨阳,01发芽,一场白血病 唤醒了我对生命的思考 2015年,杨阳得知一位朋友不幸罹患白血病 她在震惊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救助 献血,捐款,分享筹资 但不幸的是,这位朋友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自那之后,杨阳就陷入了一种长时间的沉思当中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在经过反复的琢磨和思考后 杨阳愈发坚定了从事公益事业的决心 但是全职做公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敢于迈出第一步 当时已经30岁的杨阳一直在徘徊和纠结 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她一定能在公益事业上有所建树 也没有人告诉她做公益后将会面临多少困难 可她还是选择辞去了安稳工作,奔赴新的人海 杨阳说,刚开始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 所以为了避免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影响 她干脆关了机,换了卡 就这样踏上了前往深圳的未知旅途 在谈及家人亲朋现在是否支持的时候 杨阳笑着说现在都理解了 还会主动询问自己最近做了哪些公益,去了哪些地方 正如杨阳所说,理解和支持来源于你是否能够坚持 杨阳不仅坚持了下来,还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02魔力,每当我想放弃,就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从大连走到深圳,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团队 这期间的艰难险阻,欢喜哀愁是无法单用文字描绘出的 在大家吃着年夜饭,欢聚团圆的时候 杨阳正费力打包着救援物资 可能连一口热乎的饺子都无法吃到 在别人吹着暖气,在被窝安稳休息的时候 杨阳正在前往山西抗击洪水的路上 在受到质疑,被问为什么要管这么多事的时候 杨阳只回答了一句话 这就是我做公益的初心 用双引号 当然也想过放弃,在理想和现实有落差的时候 在很多现实的困难同时压在肩上的时候 在很多想做的事情无法向前推进的时候 就会很想放弃 杨阳说道,可是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都会回想起当年不顾一切来到深圳时的勇气 这使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用双引号 面对大家的夸赞,杨阳显得有些拘谨和羞涩 但只要说起公益 她的脸上就会泛起了温暖的微笑 眼睛里也散发出了无尽的光 在交谈过程中,她给我们分享了自己最难忘的一次公益救助事迹 杨阳与伙伴在湛江探访困境儿童 2018年,杨阳来到了广西的一个偏远山村参加公益助学活动 这次活动让她认识了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孩子 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非常贫困 父亲早早去世,欠了许多外债 而母亲又没有赚钱能力 她在上学时每天就只能吃一顿饭 饿了就喝凉水充饥,或是去食堂找同学的剩饭 所以她小小的年纪就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她的梦想就是赚很多钱,摆脱贫困 在多方资助下,这个女和成功走出了山区 步入了大学的校门 这条公益之路上,有太多的汗水和艰辛 但是也充满了无数的爱与感动 03.茁壮 公益一定要让人看得见 这就是会贯穿我一生的事业 在谈及公益的内涵时 杨阳说道 我认为公益就是每个人都付出一点力量 它并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 平凡人的善心善举 才是公益的主力 不击溃不无以至千里 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公益中来 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点赞和分享 都是对公益的支持 很多人认为公益就该是无私奉献的 是做好事不留名的 但是杨阳说公益一定要让人看得见 一定要进行传播 杨阳认为 参与公益是一件可以让人生变得更美好的事 而有效的宣传 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投入到公益实践当中来 所以有效的宣传是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事情 杨阳的微信视频号和阳光倾腾公众号中有许多 为公益发生的视频片段 创建仅几个月 其中最高的一条播放量就达到了近30万 我的视频剪辑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只是把最真实的画面呈现了出来 把真诚传递给了观众 杨阳从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她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只是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做了自己最喜欢的事 面对未来公益团队的发展问题 杨阳希望能够得到社会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联合更多走在公益路上的人 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 促使社会良善风气的形成 公益是对平等的追求 为爱发生 讲好中国公益故事是中国公益外旅行的理念 同样作为一家公益组织机构 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公益事业的宣传 我们希望更多优秀的公益人被大众看见 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 面对新时代下的公益事业 我们理应接过善念的接力棒 用真诚和坚守去对待热爱公益的每颗心 一起携手 把接力棒传递下去 让生命遇见生命 让爱心成为传承 请点击订阅按钮 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